看前面 家長帶著孩子拿起塑膠弓箭 體驗布農族射爾技 生意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趁著兒童節在4號舉辦 勇闖布農族射爾技系列活動 吸引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共同參與 我們以前有到山上去參加原住民的活動 他們還蠻喜歡的 所以這次剛剛好有看到 順利有辦這個類似的活動 我們就再來參加 就是很少接觸這一塊 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跟外面的遊樂場 什麼的都玩的是不一樣的體驗 推廣員表示 近年順利博物館特別關注狩獵議題 因此今年兒童節活動 特別選擇和狩獵相關的射爾技 也得到很不錯的回饋 每一場都將近有40人報名 就是讓兒童可以學習 以及布農族的射爾技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也特別把像射爾 狩獵這個元素 然後還有布農族會在射爾技的時候 做打陀螺 對 然後還有布農族最重要的 畫力的部分 取這三個元素出來做一個闖關遊戲 順利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希望 藉由活動讓都會區的學童 有機會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也讓家長能跟孩子一起歡度兒童節 原人新聞Nabu Dibruwan 台北市採訪報導 揚測 小 加 揚測 as